受颱風隔尾影響 朱興市受暴雨襲擊 東江水庫水位暴漲 27號上午11點 東江水庫開閘泄洪 洪水滔天 下游多個城市被淹沒 有網友發影片 東江水庫泄洪時 因為水流太急 有景區的一艘遊船被洪水沖走 有知青網友在社交平台發問 這裡是我們家門口的東江湖火電廠附近 這輛是白浪景區五島一圈的鳳凰島遊船 該景區工作人員回應說 景區已經提前關門 沒有人員傷亡 因為洪水水流太猛 遊船的港艦被拉斷 船上沒有人 現在遊船已經飄過了永興 據大陸媒體報導 今次是東江大壩 時隔22年再次撕洪 27日上午11點起 東江水庫開閘撕洪 總出庫流量控制在每秒2000立方米 截至7月28日下午1點 東江水庫水位已經達到285.1米 28日下午2點 東江水庫第二次撕洪 每秒1500立方米 東江水庫連續兩天撕洪 下游的濾洪市和永興市被淹沒 受災嚴重 當地網友表示 深洲洩洪 苦的是濾洪 我們大興已經淹沒了 東江湖洩洪 濾洪淹沒了 昨晚的水很多很多 我還在想 雨不是下得那麼大啊 哪裡來那麼多水 我聽家人說是荒雜 我這邊都被淹沒 有網友指責 東江湖長期處於高水位 已經失去它應有的防洪功能 要給受災群眾一個交代 前一段時間大罕也不放水 趁這幾天水漲了再放 這是所謂的銅流心態